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陷入思想迷障 对危险信号视若无睹 最后葬送在希望之中 那么什么是认错精神呢?就是要坦然面对自己 你要知道一个道理 你是人 不是神 所以一定会犯错 无论是买错还是卖错都是非常正常和平常的 是不可避免的 错了就要立即认错 买错了就止损认赔 卖错了要勇于买回来 绝不能认死李爱面子而拒绝低头 那样只能招致更大的损失和失去良好的机会 想要获得交易的成功 关键点并不很多 而认错精神则是最基本的 也是比较重要的 没有领悟这一条 是永远无法获得交易的成功的 最后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 麻烦订阅我们频道 您将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